东西我估计啊 不太好打文白亚马 因为你说东西呢 后撤步 节奏是挺好 但问题的出手速度没有那么快 并且呢 他的移动速度也偏慢 文白亚马这个人 他可怕就可怕的 联赛当中很多小个球员的 以往特别能单打的 面对文白亚马 你无力施展自己的小打档 这点也相当邪门 之前维金斯打文白亚马 没打成 已经让很多人惊叹了 因为维金斯 毕竟也属于是速度型的前方 居然说 他外线大练文白亚马 居然打不了 他想要投篮出手的困难 真是罕见 以往没有发现 谁如此大个 一个小个球员 居然说投篮没法出手 你要说突破无法出手 能理解 因为他回去协防 脑后摘果 钉板大帽 这些东西他有可能出现 但是文白亚马 厉害就厉害在这 看他能不能正面 冒这个东西 这球员 我认为今后就会是啥呢 很少会有球员 会选择愿意 就把文白亚马撑出来 或者说你即便撑出来 也是象征性的 你想但练文白亚马 难度太高了 你比如说 杜兰特当年巅峰时期 很少有小后卫 说最后几段 我就有意要打杜兰特 通常不这么打 因为杜兰特的 激动性 灵活性跟他摆着 你想单脚 他这个胳膊那么长 经常容易手指尖 干扰到你头来 现在文白亚马 有类似属性 直到探索山上 天文白亚马